本港兩度在啟航前延後 和新加坡的航空旅遊氣泡計劃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優騰華表示 雖然兩次叫停令人失望 但都有理據 又指本港市民日後若果要出境 在雙重檢測及接種疫苗的前提下 免除隔離檢疫將會成為未來常態 他亦指出 政府下一步將會在各地往來 增加正面考慮元素 包括考慮若果全球和本地的疫苗接種進度理想 隔離時間可否縮短令出入境更容易 他又指政府自力重啟旅遊氣泡 顯示香港渴望和外界建立聯繫